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大陆综合消息 时事评论 古籍中关于瘟神的传说 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为了让德国民众更好地了解法轮功的美好 同时揭露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 5月26日和28日 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慕尼黑卡尔斯广场 和马克西约瑟夫广场 举办讲真相活动 一位20多岁的德国小伙子 是一名社会工作者 当他看了中共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之后 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 他说之前对此也有些了解 法轮功学员告诉他 可以跟当地的政府官员 同事和亲朋好友交谈这个话题 请大家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5月30日 来自德国巴法利亚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首府慕尼黑奥迪安广场举办了活动 旨在向德国民众传递法轮功真相 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同时提醒德国社会 不要只顾经济利益 忽视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 最终导致中共隐瞒疫情全球遭殃 6月1日星期一是德国圣灵降临日 柏林法轮功学员在柏林东部的特雷普托公园 连续三天举办信息日活动 展现法轮大法修炼的美好 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吴丽西是被压迫族群协会的一个成员 她签字后表示 我反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我是被迫害全体组织的一个成员 所以我知道这些事情 在电视里我也看过好多次 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深度报道和专栏节目 我能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 作为这个世界上的议员 我觉得有义务对这个事情表示反对 5月30日的赫尔辛基 阳光灿烂温和 蓝天白云 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 甘比购物中心的广场上 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 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 5月25日 加拿大国际人权与宗教自由影子部长 国会议员大卫·斯维特 在国会辩论会上 隶属中共严重践踏人权的实力 并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制裁中共 在信仰迫害方面 斯维特特别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斯维特在国会的发言中 首先区分了中国人和中共 他说 中国人民是善良温和的 他们非常重视家庭 传统和信仰 关心长者 这些是他们许多优良品格的部分 但他们是被压迫的人民 被中共压迫 他强调 中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极权政权 他严格控制其人民 对其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众 施加残酷的打压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 国会议员安德鲁·西尔 敦促加拿大政府建立一个国际联盟 并以制裁中共官员为筹码 应对中共当局强力压制香港自由的计划 他说 中共政府对香港人民的权力和自由 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攻击 现在这个加拿大政府应该不只是发声明 应该与我们的盟国共同行动 向中共政府表明 他们必须遵守自己的承诺 现在是七国集团唤醒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时候了 宣告中共是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5月31日在福克斯新闻表示 中共隐瞒疫情 窃取知识产权 拒绝言论自由 压迫人民 给全世界人民带来风险 世界各地的人 现在清楚地看到了中共 所带来的风险 他说 中共做的坏事太多了 这深深根植于一种意识形态 超越于任何个人 中共的威胁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学说 和意识形态的本质 蓬佩奥说 就中共带来的风险 已与欧洲人交流了好几个月了 而且我们开始看到 他们认识到了这种风险 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国家遭受的苦难 无论是意大利人民 比利时人民 还是西班牙人民 由于中共在武汉肺炎上的隐瞒 使他们国家的数万人丧生 我认为这些国家的人民 现在清楚地看到了中共所带来的风险 专制政体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窃取信息 他们拒绝言论自由 他们压迫人民 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风险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黑龙江哈尔滨市乡方区多名法轮功学员 2020年4月7日8日两天 用手机讲真相时 被恶人定位后绑架 并异地关押 现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 唐竹英 蔡秀英 朱明迪 李燕青 焦奇华 赵丽华 霍小辉 丁燕 朗宝华 这些学员被劫持至大庆市所属的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泰康县 看守所非法关押 湖北省早阳市法轮功学员康俊峰 2019年4月10日被绑架 据说已被非法判刑两年半 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 她的儿子儿媳长期遭监控 孙辈生活在恐惧中受到极大伤害 重庆市宇北区75岁的法轮功学员邓丽萍 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南岸区看守所 已被关押了近一年的时间 看守所不让家属见人 邓丽萍因讲法轮功真相 曾多次遭受中共当局迫害 2016年5月中旬被绑架 非法判刑三年 在重庆永川监狱 渝都监狱遭受迫害 安徽合肥市法轮功女学员 翟亚南 2020年5月26日 遭合肥市鼠山区法院 非法远程庭审 律师依法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翟亚南64岁 在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 曾经沿着经久铁路 步行24天去北京上访 2018年10月发放真相资料 被鼠山区警刚派出所警察绑架 被非法关押于合肥女子看守所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 证实大法 讲真相摘要 5月底 南半球的新西兰已进入冬季 在新西兰政府二级禁令限制放宽后 基督城民众惊喜地发现 法轮功学员又回到战争纪念桥边集体练功红法 练功音乐轻柔舒缓 散发着一种慈悲的力量 吸引着众人驻足观看 更是有人加入其中 体验大法的玄妙美好 文思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 刚刚修炼法轮功两个星期 谈起自己的得法经历来 兴奋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5月30日 德国北威州部分法轮功学员 早早来到西部小城 奥伯豪森市中心举办星期日活动 传播法轮功的真相 许多民众签名反对中共迫害 一位女警察问学员在哪能学练法轮功 并告诉学员约定好交工的时间和地点后 给她打电话 美国密苏里州众议院 近日颁布了由杰森·齐普曼议员发起的议案 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28周年 美国首都华盛顿议员 政府运作委员会主席布兰顿·托德 致信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感谢法轮大法为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来的许多贡献 美国麻州众议院颁发褒奖 庆贺李洪志先生洪传法轮大法28周年 及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新泽西州多位市长纷纷对法轮大法日表示祝贺 并发来褒奖或决议表彰 截至目前今年全加拿大已有106位政要发出贺信 恭贺法轮大法日或者法轮大法月 今年是获得最多贺信和褒奖的一年 政要们表示法轮大法长久以来弘扬的 真善忍普世价值 和加拿大人所秉持的价值观紧密相关 面对仍然蔓延的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肆虐和挑战 他们认为加拿大更需要勇敢坚强团结一致 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推广到社区 5月27日晚 全澳学员向中国人讲真相网络交流会召开 各地法轮功学员数百人参加 17位学员发言交流了在疫情下如何修好自己 利用各种途径向中国人讲真相的体会 有的通过手机拨打自动语音电话 有的到电话平台给中国民众打电话 有的利用社交媒体讲真相 除此之外 针对当地的澳洲民众 还有的学员连续数周 在居民区投递真相报纸特刊等 悉尼地区就投递了近100万份 5月31日200多位台湾法轮功学员 利用线上会议的方式举办网络讲真相交流会 会中学员一起学法并交流了利用网络讲真相的心得体会 廖女士提到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中共的邪恶 尤其在疫情发生后 也有更多的民众知道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 在给民众传递真实消息 一位江苏人说 虽然我没练过法轮功 但是我知道法轮功为这个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奉献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剥夺感恩的权利 四川卢县警察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 2020年农历4月初8 4月30日 四川卢县齐峰镇法轮功学员一群人 汪显树等9人 在一个家庭中一起读书学法 交流修炼心得 庆贵法轮功师尊的生日 表达感恩 上午11点 9位法轮功学员在回家的路上 被卢县国宝 齐峰镇派出所警察 及卢县国宝调来的其他派出所警察与武警绑架 大小警车10多个警察和穿迷彩服的武警 在公路上拦截法轮功学员 有警察还持枪贺令法轮功学员站住 说不站住就开枪 法轮功学员都说 我们不是坏人 没做坏事 法轮功师父给了我们身心的健康 小聚一起祝贺师尊的生日 仅为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四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卢县公安局 五位被关在齐峰派出所 九位法轮功学员均遭到通业审问 其中一位是85岁的老太太 现在已知有六位法轮功学员放回 一人取宝回家 二人被非法刑事拘留 目前还被非法关押在卢州市纳西看守所 深夜里 85岁的英明会老人 在齐峰派出所被审讯 老太太说 你们抓来的人 哪个不是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 如我患有肝囊肿 两叶肝子布满了大如鸡蛋 小如鸽蛋 胡豆粒一样的囊肿 肝脏肿大半吨都困难 动了两次手术 一次取出一碗多水 第二次手术 差点死在手术台上 医生说没得办法的 囊肿再出现就再动手术 但我知道 如果再动手术 我真的就要丢命了 我还患有胆结石 胆囊肿 胆结石通过机器碎掉 但是囊肿还在 1997年 幸亏我练了法轮功 肝囊肿好了 胆囊肿也好了 20年来从未复发 我手里有患病前后医院的诊断资料 每次社区警察来上门看望 我都请他们看一看医院的诊断书 他们虽然不看 但还是相信我说的是真的 我的身体状况 众人都是看得见的 现在我这个85岁的老人 到成都看儿子 看孙子 可以一个人上车下车 利利索索的来来去去 办案人询问完后 记录些什么 没让老太太看 也没读给老太太听 就拉着老太太的手 盖手印 签字 老太太要求 多印一份记录 带回家看 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 好来找他 办案人不允 老太太就正告办案人 这些签字 手印 都不作数 不作数 整个夜晚 没人给这位85岁的老太太 安排地方休息 直到凌晨5点 才和其他几个 遭到通夜审讯的 法轮功学员 一起回家 这几位法轮功学员 被非法搜身 身上的真相臂被搜走 聚会在那家的房主人 也被非法抄家 警察抢走了房主人的个人财产 大法书籍等 长春市十多位法轮功学员 被购陷到黎树县法院 吉林省长春地区 30余名法轮功学员 2019年8月15日 被四平黎树警察非法抓捕 22人被非法批捕 至少有15人 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 在四平市看守所 他们所有人被诬陷为一个案子 虽然黎树县检察院多次退卷 购陷案现在已到黎树县法院 2019年8月15日 四平市公安局 黎树县公安局出动约几百警力 在长春市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 及其家属的绑架 据悉该案被吉林省公安厅申报为 不都案件 由黎树县国报大队大队长王明山 教导员张喜坤具体策划实施 手段是长期电话网络监控及跟踪 四平市公安局长亲自参与 并当作是政治任务 论功行赏 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警察 被计分奖励 抓捕法轮功学员计时分 抓捕非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计一分 鼓动不明真相的警察和社区人员 在无知中作恶 赵乐际训斥地方官 610改头换面 但依然存在 610办公室是1999年6月 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 而专门成立的类似盖世太保组织 迫于国际谴责的压力 中共对外宣称该组织已经解散 然而近期中共中央现任常委 纪委书记 原中组部长赵乐际 到某省某市搞调研时 却直接了当地提出要听当地610的工作汇报 并称 610被撤并 不独立存在 是为了搪塞西方社会反华势力 党的官员不能相信 近期 赵乐际以调研名义带了一帮人到某省某市 因赵乐际是中央纪委书记 该市党委书记 纪委书记准备了汇报材料 在市委书记的开展白和市纪委书记的重点工作汇报之后 却直接提出要听当地610的工作汇报 文庭此言 与会的地方官员们感到不解 610不是与政法委公安部门撤并了吗 不挂牌 不独立行使之权吗 有的人甚至开始窃窃私语 据消息人士介绍 看到当地官员反映 赵乐际当场面露怒涩 对地方官员发表了一通讯诫 我这个纪委书记就会抓廉政建设 抓几个人处理几个 其他就不管了 哪有这么简单 你们要知道 维护党的统一领导 维护核心地位 是纪委重中之重的工作 在座的各位 你们不会不知道 很快就到了党的一百周年了 要大庆的 我们内外有别 谁也不要对外说 610是撤并了 不独立存在了 那是堂塞西方社会反华势力的 什么人权自由 闹嚷得不可开交 你们怎么就相信了呢 你们看看 法轮功还在 事还在呀 工作要抓紧 事情还要办好的 至于合并到哪个部门 并不重要 关键是实实在在的办事 那种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的 怎么去大庆 一百年实在是不容易 要大庆 要大庆的 法轮功的问题 今后纪委也要管的 据海外媒体报道 赵乐际后期的升迁 是得益于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安排 本届中共常委中 除了赵乐际之外 还包括早年被江泽民和曾庆红 从上海安排到中央 后来成为所谓三代国师的王沪宁 以及被称为江泽民上海护院的韩正 交流关于突破网络封锁的异点经验 看了近期明慧网上几篇同修的关于解除封网的交流文章 觉得同修的交流都在法上 师傅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 我们突破了这个封锁就是否定救世力的安排 就是不承认这种迫害加封锁 面对每次的所谓敏感时期 邪党封网的严重情况 我感到最新出的破网软件版本 开始很好 上过几天后就上不了 但我基本上都能上网 我的应对是 首先集中精力发正念 解体封锁网络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 再就是我保留了以前自由门和无界的破网软件版本 当前版本上不去网时 发正念后我就选前面的版本上 前段时间我用777版本上网 很好上 最近这几天770至782版本都不能上 显示找不到服务器 无界有时能上 可不一会儿就打不开网页了 我用766版本 通到A 很快就上去了 并且下载较大的视频文件也快 严正声明 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24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 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情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 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7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 以前所写所说所作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暗夜中的灯香 武汉来稿 往年异常热闹繁华的武汉城 因突然降临中共病毒 很多很多的人染疫死亡 人们惊恐万壮 今年除夕封城 封村 封路 封小区 封户 各家关门庇护 交通停运 店铺关门 大街小巷空无一人 人们为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而焦急担忧 甚至胆战心惊 若大个城市陷入危机 夜幕降临 我因酒困家中 到街上走动一下 想缓解一下因恐惧而带来的压力 到街上一看 更觉紧张 平时喧嚣的街上 竟然空荡荡 没有一人 我朝前方望去 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灯香 发出柔和的光 他告诉我 那家我经常光顾的小型超市 还在营业 我快步来到这家商店 那柔和的灯光 那熟悉的笑脸 我顿感温暖 紧张的心情一下消失了 心情轻松了 这么大的瘟疫 他们还在为这里的居民服务解忧 我知道他们是法轮功学员 敬佩之心 油然而生 这之后 我经常去这家商店 听到有的顾客在购买东西时说 我知道你们是练法轮功的 相信你们才来这里买东西 营业员叮嘱他们 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可保平安 顾客都连声回答 记住了 记住了 谢谢 还有的顾客到这家商店里一看 说 啊 这里什么都有卖的 我们放心了 我们有救了 还有的顾客一进商店就喊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今夜 我又路过那条街 又看到那个熟悉的灯香 我走过后 忍不住回头一望 那灯香散发出的柔和的灯光 营业员善良慈祥的面容浮在脑海中 那里有温暖人心的希望 当年知青明真相 传真相 黑龙江来稿 2020年5月10日 一位外省当年的知青朋友打来电话说 我知道你很忙 每天给世人讲法轮功真相 平日不打扰你 但今天我必须给你打这个电话 我知道还有两天就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了 借助这个节日之际 我得赶快表达自己的心意 恳请你一件事 我给你转过去500元钱 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广传真相救度世人 揭露中共邪党 事情是这样的 2016年夏季 一位当年的知青方明女士 来到黑龙江江姜牧斯市的一个县区 与一位也是当年的知青 现今已修炼法轮功多年的朋友相聚 他们分外高兴 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一个U盘 内容有 1.法轮大法红船世界 2.清华北大学子的人生经历 3.共产党的真面目 4.见证大法的神奇 等诸多真相 方明女士电话中说 回家后我看了你给我的U盘 里面的全部真相内容我都看了 我被大法弟子坚韧不屈的精神所感动 大法弟子的精神真是太感人了 这么邪恶的打压 法轮功学员都不放弃信仰 太了不起了 共产党太邪恶了 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 这么多年了 人们都不知道真相 多可怜哪 我也是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 才明白 所以我也要告知天下 把共产党做的那些恶事 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 广传真相 我在微信上说 中共就给我封号 我就再申请 然后还说 我家小区的邻居就有一名法轮功学员 这些年多次被抓 我就想不明白 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总遭迫害呢 为什么不让说 一开始我还不理解 看了真相 这回我彻底明白了 中共不让说实话 说真话 他们做的恶事是见不得人的 怕曝光的 他们不让百姓知道 我现在能理解你们了 讲真相也挺难 我有这方面的切身体会 有的民众被中共洗脑抵触真相 我觉得这些人真可怜 也为这些人而惋惜 感谢你送给我的U盘 让我知道了这么多真相 不再受中共所蒙骗 太感谢你了 下面请听 人心与因果 姐夫善待大法 得到福报 山东来稿 我姐夫是大山里的人 不识字 不到二十岁 就当了金矿工人 他炮锤打得好 可惜就在年夫力强的岁数 就得了职业病 二期归费病 三十九岁就因病退休了 没法医治 在家养着吧 我们练功不长时间 就把法轮功介绍给姐姐姐夫 并告诉他们练功多么好 他们也看到我们练功受益了 都替我们很高兴 我说您俩也练吧 我给您勤本转法轮 姐夫说可真好 可好也不能练呢 我每天得吸一包黑猫烟呢 他们虽然没有练功 可对法轮功很认同 我们讲的他俩都记在心里 姐夫人很善良 正直 肯帮助人 和家族里的人 亲戚 朋友 关系都很好 大家也都敬重他 他从未上过学 也就从未入过党团队 他做事很认真 从不马虎 1999年720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不久 一次他在大街上和人们闲聊 有个人说法轮功的坏话 重复电视上宣传的那些谣言 姐夫不愿听了 就大声说 如果人人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 那还好呢 你说人家练法轮功的哪里不好 没有人回答 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他们村那是个大村 并且还是在大街上 在法轮功被那样严酷的迫害情况下 谁敢为法轮功说公道话 记得当年我被恶人打伤 派出所警察送我去住院 亲戚朋友没有敢去看我的 可姐夫就敢 大法被迫害后 我们老两口去他家 他还很欢迎呢 并不歧视 练功人都知道 善待法轮大法有福报 姐夫身上就有奇迹发生 姐夫今年84岁了 身体好着呢 不光是身体受益 还躲过了几次生命危险呢 这里只说两件事 姐夫很爱花 院子里常年养着几盆贵重花 他还会修剪 给花造型 晚年租了块地 建了个花园 面积很大 足有五亩地 他为花园 垒了围墙 建了个大铁门 院内有大棚 大棚里有多种棚花 还很注重真木的造型 有的是自己嫁接的 有一年初冬 看样子要变天 乌云滚滚 需要赶快把大棚盖好 姐夫爬上两米高的围墙 就在扯塑料棚的时候 突然一阵西北风 把盖棚的大塑料掀了起来 他从墙上跟着摔了下来 这可把他儿子吓得够呛 赶快过来要扶他 可他自己爬了起来 哪儿也没摔着 他是在那张大塑料上 飘着落地的 好险啊 过后他告诉我这件事 我说 这是你给法轮大法 说公道话 神佛保护了你 他笑了 还有一次要命的事情 姐夫喜欢喝茶 那天 他习惯地用砖 把水壶织好烧水 真是人生无常 不料在烧柴里面 有个雷管 烧着烧着 轰的一声 雷管轰爆炸了 人们听见这么大的响声 出事了 赶紧跑过来看 一看姐夫没有事 哪儿也没有伤着 只把水壶炸碎了 可把人们吓得够呛 都说 你命真大 有人说 一个雷管 有五百斤的力量 多可怕 他居然啥是没有 这事很快传开了 姐夫八十岁那年过生日 亲戚本家 来不少人给他祝寿 去饭店热闹了一中午 那天百之人的宴席很热闹 整个大厅十几桌 客人都穿着新服装 笑声不断 他满脸笑容 白小褂扎在裤子里 那个精神劲儿 还真看不出 他是39岁就得 龟肺病退休的老病号 和我同桌的一个客人 笑着对我说 德高望重啊 认同法轮功的人 都是品质好的人 道德高尚的人 龟肺病不好治 没有特效药 从39岁得龟肺到现在 这是45年 还干活 没闲着 也未去医院 抽烟还那么厉害 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是神佛在保佑 同学说 法轮大法救活了他 辽西来搞 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 瘟疫蔓延 侵入辽西 面对疫情 我准备去给一个 要好的同学讲真相 为避免吃闭门羹 首先通电话 告诉他星期二去他家 可是他等不及了 来电话非叫我星期一就去 因为他丈夫外出不在家 我只能奉命前往 我来到他家时 有一个大姐在他家 大姐也是镇政府官员的家属 我给他俩讲真相 促三退 他说自己什么也没入过 我们三人聊了一会儿 同学对我说 两个月前 正式封到那阶段 我发烧 咳嗽 胸闷 呼吸困难 非常难受 我一直挺着 谁也没告诉 不敢去医院 如果去医院 肯定给我隔离 过几天 一天晚上 我在被窝里 发烧 咳嗽得很厉害 上不来气 几乎就要断气 我觉得自己不行了 这时我想起了 法轮大法能救我 我就开始心里默念 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 我就念了两遍 我的气就上来了 我就好了 第二天不烧了 咳嗽也好了 胸也不闷了 就彻底好了 大法救活了我 同学又说 我的病好后 我真想告诉你 一直想去找你 一个是疫情 一个是我不会骑电动车 就拖到现在 我真为她明白真相 得到大法护佑而高兴 那位大姐听后 甚有感触地说 真是信神有神在 我给他俩每人一张 上面写有 避过瘟疫有秘诀的 九字真言护身符 他俩都高兴地接了过去 迫害法轮功 湖北中祥市恶暴实力 湖北来稿 1999年7月 中共恶守江泽民 一意孤行 悍然发动 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 动用全国媒体 党系统 军队 医疗 教育 企业 公安劳教所 监狱等迫害善良的 法轮功学员 但天理昭昭 善恶必报 其实 受害最深的 还是作恶者 这里列举发生在 湖北中祥市的 恶暴实力 不是幸灾乐祸 真诚的希望 不再有人干恶事 不厚尘 一 公道友 男 原中祥市公安局副局长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 很是出头卖命 叫嚣 你们谁不转话 我就关死谁 不多久 他自己开车撞死了 二 刘金虎 男 原中祥莫筹湖派出所所长 刘金虎多次非法抓捕 关押 毒打女法轮功学员 刘金虎已患癌症 不能工作 家住中祥市 孟湖一平小区 三 陈祥林 男 原中祥引中派出所副所长 迫害法轮功初期 表现积极 对法轮功学员非骂即打 陈祥林得脑癌死亡 四 彭玉兰 女 曾任中祥市纪委书记 市委副书记 市人大主任 1999年7月20日之后 中祥新闻在诋毁法轮功的特别报道节目中 在毁坏法轮功书刊 及其他物件的现场 碾压工程车在上面来回碾压 大火在熊熊燃烧 彭玉兰亲自动手挑动大火 他遭报应患癌症 两次手术四处求医 前后几年饱受折磨 于2018年初 新年前夕亡固 5 唐文斌 男 原中祥棉防厂警察 经常在法轮功学员家外监视 敦坑 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说 一个感冒要了他的命 6 周松青 涉嫌腐败已被查办 在2001年至2016年8月 周曾任中祥市 金门市 校感市重要领导职务 包括党政一二把手 市委党校校长 政法委书记等 7 陈秀生 男 中祥市文集证人 原中祥市市委副书记 2019年6月 遭恶报 患肺癌死亡 当年在中祥新闻 诋毁法轮功的特别报道节目中 在毁坏法轮功书刊及其他物件的现场 陈秀生 彭玉兰二人 亲自动手挑动大火 这个焚烧的特写镜头 永远定格在他们的人生之中 8 张老汉 原在中祥市东街电影院处理发 他接受电视欺骗宣传 仇视大法 发现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 就举报 没想到 第二天就无法开门 中风偏瘫 9 陈龙 写警 陈龙等人 发现大法弟子在发真相资料 别人不举报 陈龙却举报 十天后 就县世献报 因吸毒被关进了中祥市拘留所 10 朱光祥 男 1962年生 曾长期担任中祥市 陈吉小学副校长职务 分管教学及政教 法轮功学员曾多次讲真相 给机会 陈光祥一意孤行 为捞取向上爬的资本 不惜以毁坏青少年的人生为代价 在学校内持久地扮大行强暴 恶毒攻击法轮功 集体场合 更是大肆污蔑误毁坏法轮功 学生说 他弄不弄就发不信邪教的表要我们填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还不是他说了算 苍天油言 他患上白血病 受尽折磨 整整两年才离世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古籍中关于瘟神的传说 作者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 有着对于各种各样的神明 如河神 山神 雷神 土地神 等等的敬仰 神明们掌管天地间万事万物 他们的故事 不仅世世代代在民间流传 而且许多有缘之人 都曾经在梦中 或者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见识了神灵的存在 中国民间关于瘟神的记载 始于隋朝 据三教原流搜神大权技术 隋文帝开黄六月 有五个立室出现在空中 距离地面约有三五丈 身披五种颜色的长袍 手中各置一物 一人手持勺子和罐子 一人手持皮带和剑 一人手持扇子 一人手持锤子 一人手持火壶 隋文帝集问太史公张居仁 此为何神 主何灾福 张居仁答曰 此为五方立世 在天为五鬼 在地为五温 春温张元博 夏温刘元达 秋温赵公明 东温钟仁贵 总温中温始闻业 现天降灾集 无法逃避 这一年隋朝果然出现大瘟疫 遭瘟病死去的人很多 于是隋文帝修正自己的错误 并修建祠堂 奉祀五温神 唐朝则承袭了隋朝 四奉五温神 唐宋时期 诗人认为五温神是奉天地之命 到人间传播瘟疫的 还有宋朝浙江禁云人 同知书密院士 管诗人 在读书时 也遇到过行义使者 也就是瘟神 他们告诉管诗人 将在新年的第一天 于人间散布瘟疫 不过管诗人的家人不会染疫 还讲了原因 因为管诗人家三代人都行善积德 且看见别人做恶劣的事就制止 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 所以不会受到瘟疫的侵扰 总之 瘟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中国神话小说 《封神演义》中也曾提到 江子牙奉原始天尊赤命 奉吕月为瘟神 命他率领瘟部六位正神 凡有实证 任而施行 实证就是感受四十不正之气 而产生的病症 信神的人都知道 人间的瘟疫本质上 都是由神 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因果报应 正因为认识到瘟神 是根据人间的善恶散布疫情 所以才会有瘟疫有眼的说法 人们还认识到 在人类道德堕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上天就会降下灾祸 以警示人类止步 不要继续下滑 在硕果仅存的《易灾记载》中 心存善念 道德高尚之人的安然无恙 丧失良心 德行败坏之人受到相应的惩罚 正如古人所说 为善者 天报之以福 为非者 天报之以央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师父让我看到了法中的一层内涵 作者 北京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8日 我得法22年了 但这么多年来学法是总流浩 心也不静 困魔干扰也不断 心里很苦很急 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 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经文中说过 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 思想不专一 在想其他的 不能够专注地在修炼中 这等于是浪费时间 自己学法不扎实 实修不够 每遇到矛盾 很少向内找 即使找了也没找到根 遇事都向外看得多 对家人也产生很多怨气 怨恨的心也很重 自己也觉得这样不行 但提高还是不大 会想自己 长期以来很多执着心没去掉 尤其是不懂得宽容别人 想当然的就认为 别人应该这样那样 这种要求别人的心 强烈到完全不知 是自己要去的执着 自己吃了很多苦 还觉得委屈 但就是不知道 要去这个执着心 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执着心 例子到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一点点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 师父说 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 修炼绝不能是混事 修炼大法是无比的严肃啊 自己对丈夫总是想 他应该这样那样能做好一点 这样家庭会更好一些 能把孩子管好 帮我分担点家务 给我腾住点时间来多学法 总之对他总有要求 执着常人的东西很多 2019年年底的大年三十晚上 我还在工作加班 眼看天黑还没做完 于是忙着赶快弄完回家 想着他做了什么样的年夜饭 等我进屋看到桌上两个盘子 是他和孩子已经吃过饭了 他俩各自在自己房间里看手机 也不打声招呼 我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心想 过年哪 当时也没想到向内找 真想转身就走 但一想 有孩子不能走 很生气地跟他说了两句 结果他还火了 那孩子来出气 快动起手来了 孩子带懂不懂的 我赶紧阻止他 他把我推开 孩子看他推我 这下可不干了 我赶紧把儿子房间的门关上 心想 这叫什么呀 大过年的 平时也没这样 自己觉得不对劲 大概知道是自己错了 静心找了好几天才明白 是这颗要求别人的心 迟迟没去啊 归正自己后更明白 修炼人 只要对常人还抱有 任何一种执着不放的心 都会在碰撞中让你去掉 隐藏的很多人心 观念没去掉的都得去 生生轮回 为此生 到这关键时刻了 怎么就那么难去人心呢 想起了 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二中的诗 断 断 缘取 修不难 心难去 几多执着 何时断 都知苦海 总无暗 亦不奸 观似山 咋出烦 今年四月初的一天 我刚对一个朋友 讲完真相回来 拿起转法轮 背到第一讲的 不同层次 有不同层次的法 背到这一节时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再接着往下背 仿佛师父在告诉我 该提高了 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有新的标准了 在我的层次上 看到 棒喝 这两个字 这就是对我的棒喝啊 师父为弟子都急得不行 因为我的标准太低了 再不棒喝 千万年的等待 可能会毁于一旦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 要自己悟 实修向内找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悟 不能够总是找同修讨论 我身边也不常有同修 不能有这种依赖心 所以悟都要靠自己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几百年都过去了 可现在还有人 死抱着禅宗的礼不放 回想这几百上千万年都过去了 轮回中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好不容易等来了师尊传的大法 而我还死死地抱着人的东西不放 没摆正自己的位置 通过这几句法 所展现出来的突出的法理 全是在指出我当时的状态 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 师家谋尼在菩提树下开公开悟之后 不是一下就达到如来这个层次了 他在整个四十九年的传法当中 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 师父对我棒喝后 又慈悲地鼓励我 要不断地提高 紧通过这短短的一段法 师父就给弟子展现了博大精深的法理内涵 我感动地哭了出来 流着泪不停地说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千言万语的激动 汇聚成 谢谢师父 师父在各地讲法九 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经文中说 这部法啊 只要守住它去修 什么都能得 那是一定的 所以大家只要认真去学 和我讲是一样的 真的 我的经历让我感受到的大法中 只是几句话 就能领悟到里面的法理是无限的 使我的内心未知震撼 如果能看到更多的层层法理 那真是妙不可言啊 曾记得童修说的 师恩大 师恩重 都不能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 我总是做得不够好 而失去很多提高的机会 我修好的神的那一面 感受到师父为我操心 常常是说不出的 想着师父就泪流满面 我就在想 是我做得不好 师父为我承受太多而流泪 要做好了可能是高兴 想念师父时 我就背师父 红银二 师徒恩重的诗词 师徒不讲情 佛恩化天地 弟子正念足 师友回天力 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世尊点化我逆流而上 作者吉林舒兰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0年6月3日 我是1998年5月份 有幸得大法的 到现在已是修炼20多年了 从中年步入老年 在这期间 遭中共邪党迫害多次 在师尊的加持下 自己坚定地信师信法 每次都正念正行地闯过来了 修炼中 也有许多法理不清的时候 但是每次遇到较大的关难 师尊都用各种形式点化我 所以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 每次坏事都变成好事 越锤炼越成熟 堂堂正正 坦坦荡荡地走到今天 第一部分 师尊点化我逆流而上 2018年7月18日晚 吉林市国保和公安局 协同苏兰市国保和公安局 及全苏兰市派出所警力混编 绑架我镇及临镇的大法弟子 仅我镇就有十几名大法弟子遭绑架 也有几名同修走脱 第二天 我听此消息 真如天塌一般 心情非常压抑难受 去几位同修家 也没看到人 就回家跪在师尊法相前哭诉 师尊啊 本地协调人及同修中的精英们 都被邪恶抓走了 弟子决定首先应该曝光邪恶 做好眼前需要做的事情 请您加持弟子 先找到走脱的同修某某 此念一动 师尊就帮了我 半个小时 某某同修就来找我 他说他被跟踪 不方便出头 交代我找谁去曝光 怎么做好后续的事 几天过去了 集市上再看不到一个同修 我也出了怕心 几天没出去讲真相救人 心里觉得很苦 一天晚上睡觉 做了一个梦 看见一条很宽的大河 河水分成两半 我站在不流动的河水这边 看那一半河水 水流湍急 而且水向上流 我觉得奇怪 这水怎么不向下游流呢 还真没见过水向上顶的 醒来后记得清清楚楚 不知道啥意思 两天后 师尊看我不会悟 就直接打到我的思维中 别站在死水中 要逆流而上 别被乱象带动 我当时就哭了 谢谢师尊 点话弟子 弟子一定听师尊的话 不能趴着 站起来 去掉怕心 正念走出家门 走出去救人 这是我的使命 是来世的大愿 从此以后 我一如既往 讲真相救人 世人看我又出来讲 就说什么的都有 你还讲 前几天抓那么多人 你不怕抓呀 咋没抓你呢 我不为所动 天天都出来 给有缘人讲真相 将我这所有余下的 真相小册子 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都面对面地送给众生 冬天到了 我去外地找真相台力 真相资料 回来继续送 同修们也大多调整好了心态 陆陆续续又融入了救人的行列 第二部分 在疫情中放下私心 救人疾 在2020年过年之际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 我意识到政法进程加快 时间紧迫 真正体会到政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 放下私心 走出家门 抢人救人 这期间 在外打工的 放假的学生都得回家过年 赶快把手里的真相资料 送到有缘人手里 让更多的人都能听到大法真相得救 我每天都在集市上找有缘人 一直忙到大年三十上午 女儿一家三口回来过年 女儿说 妈呀 你哪是买菜啊 一回头 你没影了 在那边给人讲真相呢 你看现在疫情多严重 过年了 你就别出去了 咱家的学法小组先停一停吧 你的同修都不戴口罩 咱家可有孩子呀 看出女婿的担心更重 我告诉他们 你们都别害怕 你们都退出邪党组织了 而且认同大法好 什么病毒都不会招来的 我也向内找 我们是大法弟子 师尊让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 不能太执着自己 遇事不能走极端 这几天就不出去了 在家多学学法 充实自己 随着疫情的发展 四处要封城 女儿怕封城回不了家 初五就提前回家了 女儿不放心 走时千叮咛万嘱咐 我说 你放心 妈妈有功在身 百毒不侵 我们的使命是救人 我不可能不出去 疫情真相资料下来了 咋能坐得住呢 戴上口罩 别让众生不理解 借买菜为由 走出家门 就一个是一个 小区大门封上了 不知是谁在墙角搭个台阶 翻墙过去 挺方便的 我请师尊加持 发出正念 无论走哪条路 都能遇到有缘人 随意走 今天往西走 明天往南走 总能遇到有缘人 在大义面前 众生的观念也在变 多数人接到救命的法宝时 都能说谢谢 有的还嘱咐我注意安全 当然也有不接受的 有一天 在市场门口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在东张西望 我一看是听过真相的 就走过去搭话 她一把拽住我说 大妹子 你说这病灾 啥时候能过去啊 我说 你别怕 你都三退了 我给你几份真相资料 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里面告诉你怎么做 看完后 传给别人看 叫更多的人得救 她高兴地答应了 往怀里一揣 带着满意的笑容走了 向这位老太太的问话 也有好几个人问过我了 众生明白的一面 真是等着大法弟子救她 师尊在为大法弟子 为众生承受无量的罪业 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常人还讲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我们是神的使者 是有使命的大法徒 走出来救人 我自己深有体会 当我们真正地突破自己 走出人来 每天兑现对神的承诺 心里感到很充实 很欣慰 没觉得太难 有一天下雪了 我想人会更少 就不出去了 在家学法 可是学不进去 总觉得心里有事 我想 是不是有缘人在等我呢 穿上衣服 戴上口罩 背起兜子 就出了门 推开楼门 看见小区院里 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 在溜达 我就迎上去 大兄弟 你要出去买菜啊 你看从大墙这儿 能跳出去 他说 不出去 就在这儿溜达溜达 我说 眼下疫情这么重 我这儿有保平安的秘诀 你拿家看看 他笑了 接了过去 一天早上 给师尊上香 师尊啊 大街上人太少了 如果有缘人来找我要真相 就好了 第二天出门往西走 街面上到南 一个卖鱼的 一个买豆腐的 一个买豆腐的 满大街就这三个人 当我要靠近他们时 买豆腐的人笑呵呵地问我 大姐 听说你有法轮功真相的小播放器 能不能借我听听 我问他 你听谁说的 他说 别人告诉我的 说就你有 我兜里真带了一个 可到北水果店里 有拉绳子截过往车辆的警察 怎么给呢 我得理智点 我就找角度 让卖豆腐的车头挡住对方视线 他说 我明白 我又给了他真相资料 我边走边想 我也不认识他 他怎么认识我 都知道我讲真相救人 这要传到警察那儿去 怎么办 怕心出来了 心态不稳了 静止去了同修家 说了此想法 同修说 学法吧 归正归正心态 学了良讲法 我猛然想起 这不是我和师尊说的 让有缘人来找我要真相吗 师尊给安排了 自己却出怕心了 自以为心系众生 有的只是慈悲 就这一幕 暴露出多少人心 观念呢 得转变观念 世人主动找真相 这不是正法进程的推进吗 不是控制世人的邪恶生命少了吗 赶紧归正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归正修炼状态》 正念十足的走向未来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0年5月28日 抱着人心 莫谈慈悲 把一切人心都放下的时候 再去感悟师父那宏大的慈悲吧 师父为了我们能够修成 耗尽了毕生的心血 把宏大的法力 及修炼中的一切的一切 毫无保留地压入那部大法中 而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舍尽一切人心 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修炼之路 哪一次磨难 不是自己放不下的人心招来的 磨难中痛苦的承受 和所谓的加重迫害 都是自己抱着的人心求来的 人的一面是多么的脆弱 没有师父每时每刻的精心保护 我们根本就是寸步难行 但是在真正的关难中 师父什么都能做 同时师父又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必须从关难中 自己闯过的也好 同修心得交流中谈到的也好 从这些关难中 汲取正面教训 对照大法 从法理上悟上来 有同修说在发真相资料啊 贴真相贴啊 有的大法弟子的表现 还不如一个常人呢 我是这样看的 旧势力抱着旧宇宙中的法理 安排的这场迫害 是针对大法弟子而来的 借口是考验大法弟子 根本就不伤害常人的 大法弟子在磨难中 所面对的邪恶 都是集中展现在另外的空间 这些邪恶连佛道神看到后 都会瞠目结舌的 虽然大法弟子看不到 但感受到的压力 足以让人的一面窒息 常人是理解不了和体悟不到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巨大的痛苦的 大法弟子更不能用人的一面 理解修炼中所遇到的关难 及大法弟子在磨难中的表现 看到每期的明慧周刊上 严正声明一栏 又有那么多的大法学员觉醒 并重新走入大法修炼中 真心祝福他们尽快修炼上来 修炼就是极其艰苦而又严肃的 因为身边的旧事力 每时每刻都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呢 我们有些大法弟子 三件事都做得很好 尤其讲真相 旧人上积极主动的在做 可就是在病业这一关上 认识不清 心理放不下 被救世力以此为把柄 迫害的离世了 多冤呢 而我们那些被所谓转化的学员 抱着求安逸的心 怕心 怨恨心 争斗心 色语心 显示心等等人心不去 掩盖着 甚至是身边的人给指出来 都不敢去面对 终于被救世里抓住把柄 迫害到魔窟里 还不醒悟 那就酷刑折磨 加重迫害 终于肉身承受不住了 在此人心的带动下 邪恶转化 浪费了极其宝贵的正识法 修炼时间不说 差点还错失了修炼大法的机缘 现在看来 冤不冤 既然重新走回修炼中 那就吸取正面教训 找到那颗一直掩盖着的 被救世力利用的人心 从根子上挖掉它 堂堂正正的学法修炼 理智的正识法 切莫走极端 有时候看到明慧网 报道出来的迫害案例 就觉得都什么时候了 我们这些马上 就要走向大圆满的大法弟子 还被人心带动着 被这些另外空间 啥也不是的烂鬼 操纵的恶景迫害的一愣一愣的 分不清东南西北 有些同修 甚至看了这些迫害案例 生出了怕心 该不该再出去讲真相 出去就面临着被抓被打 甚至是酷刑折磨 不出去又不能完成 大法弟子的使命 左右为难 即使你抱着这颗怕心 有求之心不悟 你就是待在家里 恶景也会找上门的 越是关键时刻 我们越要清醒理智地 正视自己的修炼状态 我们虽然在迷失中 看不到另外空间 但是师父在大法中 都讲给了我们 我们的身边 时时刻刻 都有师父的法身 保护着 看护着 有无数的正神 加持着我们的正念 但同时 救世力也在虎视眈眈的盯着 心一不正 救世力就会马上 加持这个不正的念头 进而达到 操控我们人的一面 脆弱的思想 开始胡思乱想 无知的在自己的空间场 制造了大量的 黑乎乎的物质 不但给邪魔 提供了存在的环境 还不断地滋养着邪魔 最终求来 被邪魔控制的恶景的骚扰和迫害 冤不冤呢 自己心不正求来的 师父的法身 和无数的正神 甘着急也无能为力 我越来越感悟到 人的一面 往往是成事不足 办事有余 人的一面 甚至是不想让我们修炼上去 这和救世力的邪恶因素 不想让大法弟子走出来 是一样的道理 既然是这样 我们怎么能依靠人的一面 去证实法呢 认识到这一点后 我就对照大法 在思想中清醒地区分出 人的一面的念头 并清除它 我发现这些人的一面的念头 虽然很弱 但是很有欺骗性 所以平时就要正念族 凡事都要用大法去衡量 我们再想想 同样的磨难中 神会怨恨那些恶景 会怕这怕那吗 而没有了另外空间的邪恶控制 恶景又怎能敢对神做什么呢 其实正法修炼都到这个时候了 我们应该是什么都能放得下了 那么我们就应该归正不好的修炼状态 正念十足地走向未来 个人修炼体悟 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会周刊的上半部分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